有些影片可以看,我也希望內容盡量沒有太悶了 很多內容我都不記得了,因為那些資料經常都跳來跳去 你當作內容是5 今天順序,我只要跟一些資料講解內容 首先第一個Case Studies想你去看一看 就是這個例子的 首先介紹一位人兄給你知 這位人兄的東西是很好看的 還有他也有很多互動性在這裏 這位藝術師叫Oliver Ellison 這個Oliver Ellison也很出名的 他是藝術師來的 也有一點點科技的概念 他做很多藝術師的 他是冰島人來的 他為什麼會抽到那部分東西呢? 因為他真的和觀眾有一定的互動性 我們可以看一看一條影片 都會有些影片給大家看一看的 看了影片再解釋多兩句吧 這個影片就要看Youtube的 OK 看一看這條影片 這個項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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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Your Uncertain Shadows 在做這個項目呢 我可以看這條影片 我們來看這條影片 現在的影片 是否宴為一條影片 我來看這條影片 有限於東北 我現在才把影片 看到這樣的影片 他都知道 我現在的影片 因為有限度 合不大 這樣可以 好 好了 大家可以直接看得到的 其實這個project 我親身遇過的 因為剛巧都這麼巧 早幾年去UWE開會 如果不是疫情下 我都應該最少一年 要飛一次過去跟他們開會 update 課程運作的東西 當然他們都會飛過來 最少一次 有時候要兩次 在那邊的博樂館 剛巧有他的展覽展出 亦都是親身感受過的 這段影片其實的互動就不是很大的 如果你看這個影片 但我親身置身其中 其實互動就很大的 它的互動是怎樣呢? 首先這個project 很基本的 就是真的銷售一條計劃 以及銷售那個 直接出來的匯收 它是一間什麼都沒有的房間來的 但是它就做了一些燈 那些燈就等同大家 可能high deep的時候 都有機會接觸過一些 我們叫做digital entertainment的 content 就是一些stage 舞台的東西 其實這些舞台燈 有顏色的 你看到圖中 就是擺一個人 它不是擺一個人 你自己走進去就是了 那你在那些燈前面 一樣樣 就可以出現到 這些creative pattern 啊 creative content 那我自己置身其中的時候 其實這個場面有很多人on and off 進來的 那這裏呢 可能他做簡單的一些demonstration 就只有一兩位人興啦 但是很多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影會重疊的 並且每一個呢 你現在畫面見到呢 其實每一個它打出來呢 都是會有五、六個overlaping的影的 但是 接著呢 影搭影 還有distance的 就是吞前吞後啊 就是你會見到 拍了你整個人啊 還是拍了你一部份啊 那些影再搭的時候呢 就是你看到現在 逐層影搭起來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了色 變了光 那其實這個是很physics的東西來的 在physics的世界呢 我們會 或者是physics的東西來的 就是光線呢 拆開或者重疊 它就會組成了一些 組成了一些不同的顏色的 那它的燈呢 有不同的顏色呢 就導致到有這個project的出現了 那日對星探 剛才臨尾的時候 你也都見到呢 有人在那裡拍照的 那拍照就是拍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的content 就是這個白色的screen呢 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呢 是給大家共同在那裡做一些創作出來的 那你 自身其中玩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一些樂趣啦 那甚至乎你可能會 嘗試找到那個燈光啊 和我自己個人的 position 的一些關係啦 那也對星探 有些其他人呢 就覺得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是精彩的 那又會capture一些video的 capture一些content啦 那所以其實都挺成功的一個 互動的例子來的 那所以這個 亦都收拾起來講一講啦 那你見到呢 這個就是個spec啦 就是有五個color的spotlight啦 那又有一個white wall 啦 那沒有特別的東西啦 那假設 如果你的IT lab 是比較趕表演的 比較趕表演的 那其實這個wall 都可能是你 其中一個可以仿效的一些部分來的 那這個我也都親身 親歷其境呢 在應該一年前啦 我去了這個香港科學館 科學館呢 不是一塊很正的地方去Visard 因為那些東西比較舊的 就是比較old school 的 那但是 科學館裡面當然講科學的東西啦 其中一個講一些lighting session 的東西呢 解釋一些光譜的東西呢 其實都有用這個 就是有一個小的piece呢 是 exactly這個content來的 那所以 其實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呢 或者這個這樣的演繹呢 就是透過share media service for experience for international design 和一個education 這樣啦 小的那些字不特別跟你講啦 就是你可以refer的那些字 那你就會知道 那個project的description是怎樣啦 OK 給了幾張圖你看看就算了 那第二個這個呢 這個呢 都介紹了的 都 就是 我撿了它幾件piece 是 是 是 可不可以share powerpoint來看啊 啊 sorry 剛剛 我現在還是 我還沒有去回powerpoint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是 不好意思 剛剛 我剛才剛剛錄了幾頁呢 就是這個project啦 這個description啦 剛才在看的 跟著就 就是都是 跟這個project有關的 跟著我就說 我們去 我撿了他 Oliver的幾個piece 去跟你講啦 那這個第二個 叫做 Bound Passenger的project 這個有趣的 這個為什麼有趣呢 又看一看 這個YouTube的demonstration的片段呢 你就會知道 是怎樣的 連結好像壞了 不要緊 我用回我的名字來搜尋都可以的 我看一看 這個project的demo啦 我們判斷 既然 我可以 看看 一些 最重要的 這個呢 大家沒有新歷其境 就都不用看了 你都明白那個概念是怎樣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挺厲害的項目來的 首先第一件事 也是小弟也有幸直接試過這個項目 它一個很短的距離 幾分鐘的距離 一條tunnel 讓你走進去 走進去就不是只有你自己排隊走進去 走進去其實它那個橙色的產品 橙色的一些模糊是充斥著整個環境的 還有能見度是極低的 真的伸手遠一點都會見到自己的手指的 所以它其實也做了一個互動的設計 就是我們不只一個人走進去 但是遠一點近一點 那些人又會出聲 但是你又未必看得到它 因為它搞到能見度是極低的 你看到就是一個很橙色的畫面 還有一些人的shadowing 這個就是那個visual content 就是它含糊了share media surface的 就是你的眼睛看出來 究竟那個面是怎樣呢 那就沒有的 就是用了整個space 做一個share media surface 但是它的互動性就是一樣 跟它上一件piece做開的想法一樣 就是都是include了人 人在這個空間裡面的互動 譬如我試過走多兩步 就好像你看到其他人少少影 你就會覺得安心一些 其實它在挑戰著你的一些五官的 就是這個互動的設計 所以也是一件挺好的作品 一個sample 這科的一些互動的解說 跟著那些橙色的煙那些東西 它就是用一些食物 對人體武漢的食物 食得的元素製作出來 因為那些煙會有機會碰到你的口 眼、眼、口、鼻的嘛 我都親身接觸過 現在都還會走 所以都是很沒有東西的一個內容 就是沒有事的 就是這樣 那些細節不特別說了 那這裡都有一些更多的解說 那跟著 因為它的作品是非常之多 那我抽了三個 我覺得這三個是最和活動設計 很有關係的東西 給你看的 所以第三個都是Oliver的作品 那又是 一去過youtube那裡 就看一看那個demo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直接看到那件work 如果有機會看到那件work是震撼的 這件work我都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它當時 我去過那一段就沒有剪出這件work 但是可以看一看 那個概念是非常之好的 這件work叫做 所以我的構想是 美國人的患情 是沒有正面的 而一向多信的 這是 Tate Moderns的 GLOA ными照看的 這裏建立 由 Danish Icelandic artist Oliver Eliasson 他有這麼有趣的 因為 夜日 失去了 相互 晾涼的 the fake sun in addition the room is also filled with a mist which is made out of sugar and wat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aliason took three weeks to complete the installation after months of planning around 300 mirrors were used for the ceiling and more than 200 lamps were needed for the semicircular screen aliason has built a reputation for installations and sculptural works that engage amaze and disorient the viewer he uses light wind steam fire water and ice combining these material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in unexpected ways he views the weather wind rain and sun a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encounters with pure nature that can still be experienced in the city certainly a philosophy that can be responsible for the huge success of the installation people of all ages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marvel for hours at what curator susan may describes as being the burning sun that can be seen in the distance one of the best illusions of the exhibition is that even though it looks warm the installation does not give out any heat irrespective of this fact people bask under the light quietly contemplating the atmosphere it creates for the average english person it is more than just art it represents a form of escape from the rainy wintry weather outside alex dobby a visitor outside said that it is just wonderful seeing a bit of indoor sunshine and seeing the sky up there it's like flying as susan may explains people really respond to the idea of sun inside because it's cold and gray outside in other words most londoners have never seen the sun in their lives dreary london 好 又去回我的powerpoint 先去回我的powerpoint 那個detail的description 究竟幾大幾小 很簡單 你看到它 這件東西也是很正的 正在什麼呢? 它在Taymolden的museum 其中一個很大的餐廳在倫敦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它的顏色 那些小小霧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太陽也都是假的 剛才它也有說過太陽是沒有溫度的 就是看上去呢 全部都好像很溫度的 但是沒有溫度的 那你也都看到 它是說那些人很享受啊 還有它有一塊鏡呢 就是它做了一個超大的鏡在天花板 那些人就可以躺在那看上去呢 就能看到自己在做什麼啊 好像享受一個大的溫暖的太陽那樣 但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就是那個倫敦的溫度都很冷啊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是一個死物的作品 又沒有溫度又沒有成感 但是它可以透過它的那個想法呢 而令到那些人有個互動的 甚至乎 我沒有完全看到這件東西 但是它這件東西的部分部分 它變成其它的地方呢 它找了一間房子都有做類似的東西的 但是就不是一個這麼大的environment 那我看到那些人呢 就是它喜歡玩鏡的 那看到那些人都會 不知道找一些腳 剛才都有一幅 半幅的就是 正在做一些圖案啊 然後透過那塊鏡去 透過躺下來看那塊鏡 那看回自己啊 有些就拍照 對著那塊鏡拍照 這樣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專注在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就是不懂的 但是可能透過那塊鏡又會做一些動作 令到好像有些互動這樣 OK 那 那這個就叫做Weather Project了 那Oliver先生的作品是非常之多的 其實跟這個名字呢 那它的作品是跟很多環保的概念有關 跟我們生態環境有關 因為它是冰島人啊 就是很有思義的 也都很關注這個環境的 所以它很多作品都跟這個環境有關係的 然後如果你想再認識它更多的作品呢 一個縮方就是Netflix呢 Netflix 有一些藝術 藝術的系列呢 其中有一集就是它來的了 那你可以找回來看 這幾個例子我都是想和你提醒 International Design 我們其實都要想回人 怎樣影響到那些人 它會說一下東西啊 它會做一些動作啊 它會在那裡學到一些東西啊 或者它那裡會想一下東西啊 或者那裡會跟其他人溝通啊 OK 那接著 看了幾個比較藝術的概念之後呢 那我們又突然間又要回到很清醒地去看了 都找了一些theory的東西去說一下 那當然這個theory的東西我講完呢 你也可以再找回這個sauce 然後再去研究在你作為一些research content 因為這些都是人家寫出來的content來的 那譬如這個sauce就是叫做 10 step to international design Guide and resources for the first time International designer 那是不是絕對一定是這樣呢 那我告訴你 也未必是的 但是這個圖表上面所有的字眼呢 其實 我有日校學生呢 我未講到這頁sauce 他已經找了這個reference 作為一些research content 其實是可以的 那很簡單 你看到它裡面圈著一個 International design的字 就是我們學互動設計是怎樣呢 那逐個解釋一下吧 那你會看到 Human factor差不多整個波 當然我覺得整個波是側上去會比較適合的 但是它將一些不同的content area 做了一些overlaping 但是我就不說分量是多少 你知道有什麼內容 如果我們說intention design 其實一定是和人有關的 Human factor 你看到也有一個industrial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就是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 其實某程度上是說一些product design的 就是遠古 就是長一點的時間 我們就未必用product design的字眼 我們就會用industrial design 包括不同的product 現在就有機會再細分 其實就是一個產品 一個iPhone design 其實也是一個industrial design 一個吸塵機設計 也是一個industrial design 我們都會想 如何和人有互動 那建築物 一些建築物 就是建築物 或者 這個是最近現在大家 要發生的事情 建築物就這樣叫做建築物 但是我們縮到它無限小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spaceal design 一個空間設計 就是了 architecture就是整座樓 然後裡面有很多room 有很多不同的房間 有不同的usage 但是我們現在收到最小 就是我們的IT Lab 或者叫Stamp Lab 的設計 當然都是互動設計 需要思考的事情 然後這裡有一些specific area 就是在environment裡面 我們其實有些聲音的設計 都可以和互動設計有關係 那for example 一樣是來自外國的visiting的經驗 比如我們去外國 去回倫敦 比如剛才那個Tay Modern 的museum 其實它進去的時候 就會問你借不借耳機 借耳機 就去到每件作品之前 有一些地方 就透過這個bluetube 如果最新的就是bluetube的技術 不最新的就是 通常都可以用bluetube的技術 就是你走到某個位置 你就會聽得到那個piece的description 就是一些會動的sound design 這個我也提示過大家 就是假設你的IT Lab 有些位置是展示區來的 那你的展示區 如何使用到一些技術 才能有回動呢 所以早兩堂我提過藍牙5.0 就是叫你想想 iBeacon的概念 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做在那裡 都希望大家嘗試一下 Human computer integration 你上網查這個字 就非常多的 就是人和電腦的互動 就是interface 人和電腦的互動 譬如你的keyboard和mouse 加上螢幕 就是人和電腦的互動 你插到的USB手指 插到一些hard disk 其實你都是在和電腦互動的 就是部分最簡單解釋的概念 當然如果你查這個字 已經有千千萬萬本書 或者千千萬萬的文章 是有講Human computer integration HCI 這個字眼 我們很久之前 已經有這個專有術語 在互動設計這邊 這樣 Wistle Design Wistle Design當然就是 如果回到我們這科 比較近的字眼 就是share media service 其實我們會做一些視覺的設計出來 視覺設計當然是希望 有包含這個互動的訊息 就是有一些指令的訊息 或者有一些被人用的訊息 這樣 但是這裡這個餅 賴一點點 我又不是很確定的 譬如Content 其實100%在裡面 你Design的Content 如果你是打算做互動設計 應該飛回來這樣 Content包括 後面也會有的 有另外一個理論 我都準備了 就是我們做Content 其實是會有文字 有video 有聲音 有animation 有photo 等等的東西 這樣就叫Content 還有一個 叫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就是說 你有很多資料 你怎樣分門別類 去逐些逐些呈現出來 這個其實都跟UIUX有關係的 就是你怎樣設定好你的資料 而那些資料是大家可以分享的 如果你有留心我早兩堂的lecture 有個博愛醫院的case 就是The Patient Journal 就是病人日誌的project 就是我們去細心研究那些資料的分佈 以及哪些人會用 接著那個project就Design 那個病人日誌 包括病人會用 包括病人家屬會用 包括病人的主診醫生 或者配藥師 或者護士會用 其實我們都是專門想了一些訊息 那些訊息是怎樣分門別類 去和不同的人的活動 那整個大圈就叫做User Experience Design 所以我們都叫做UX User Experience就是用戶體驗的設計 那體驗設計就不是Design一個Graphic 或者Design一個東西 就是整體整個感受 整體整個感受叫做體驗設計 容易點說的就是我們去旅行 假設布团 不布团也是有用戶體驗設計的 就是說布团就容易點說明 布团會告訴你 五天四夜的嘛 每天搭什麼航班 吃什麼早餐 哪裡用餐 接著會去哪裡瀏覽 是吧 會寫好整個計劃給你的 那整個計劃呢 它就提供一個用戶體驗給你 就是整個chip的活動體驗 那這件事就不是一件件物件來的 是你整個感受來的 整個感受來的 那現在做IT Lab 有沒有整個的感受 當然有啦 就是你Design了一個Lab 那個Lab是有辦法 令你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學得開心些 學得好玩些 學得Efficient些 那其實你也是Design一個 用戶體驗出來的 所以這裏的所有的key word 其實都是適合大家 做你的Prototype的時候 或者解說你的Prototype的時候 你想了什麼概念去做的 跟著還有這裏 這麼多隻字眼 獨立你再找 都會找到一些 更多的research content 作為你research report的一些部分 或者你Vix 找一些更多research的部分 然後這裏就是有一點點解說 就是我們所有的design 其實都是 我這裏折錄了一點點 所有的design都是由research而走出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透過research 你知道那些東西背後的邏輯 背後的原理是怎樣 OK 那接著你observe 就是說你直接那個體驗 那我們不幸地 就是我們受疫情影響 就沒有辦法做這個observe 但是否則的話這個observe 是最直接的 你getter到一些information 是看一些人是怎樣的 就是譬如 如果假設叫你去想一個好的用戶體驗 去超級市場怎麼買東西呢 那你當然就是你直接做的observation 我們叫做site visit 是吧 那你就應該會走去超級市場 找些時間 然後看看那些人買得開不開心 那些人進來會不會用車仔 那些人進來會不會用自助收費 還是排隊收費 那些人進來看價錢 看得開不開心 看得清楚 那些標注開不開心 那些分類開不開心 那這些叫direct observation 其實都是由research開始的 可以嗎? 那接著 另外top two people 那大家也做了 也做了 就是說我們是有個direct interview 問一下別人的意見 就是你的感受是怎樣 對於某些內容 那這個大家已經compete了 然後還有一個point 就是你看到有三有九 就是在這個source那裡 截錄一些比較重要的information 和你這方面有關 讓你知道的 The wonder of storytelling OK Storytelling Storytelling 就是說我們當去說回一個case 或者我們條件怎麼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有機會用一個 假設性的講故事方法 去呈現那個final prototype出來的 這個你可以自己再看看 我截錄了幾段仔字而已 OK 今天再和你提的另外一個找回來的theory 都是這科一定會有的 就是叫做interaction design的基本五個d 五個anlement 五個anlement OK 如果你量一個好的interaction design 那你就會有這些字眼出現 就是consistent 就是你想的東西可能都比較一致的 就是容易一些被人摸索的 這個圈呢 它說的東西比較 比較是 就是有一點點focus那些app 或者web那些的 就是所以它說叫你做些東西要consistent predictable 就是譬如假設你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去找一些資料 那些找資料的方法都是比較predictable 會好一些 perceivable 就是很容易被你的大腦去吸收的 那這些就是大家都有些經驗的了 譬如你買一件電器回來 或者我不用買一件電器 買iPhone 你買iPhone回來呢 我都很肯定你們呢 是不會上網 或者在盒子裡 拿個manu進來 不斷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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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小部分人會 那小弟也都不是這樣的動作的人來的 明明給你的manu 但是你是會想直接去試一下 試熟了 那你就會適用 但是為什麼會無端端 有新的iPhone出呢 有些什麼功能懶人包呢 就是因為有些傳媒 它就知道大家都不會讀的了 就是不會排manu 那它就幫你排manu 排完之後就拍一些片 吸引一些view數等等 讓你自己看一下那些懶人包 你就又學會了一些秘技這樣 其實都是在說 perceivable 就是當你用一些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訊息的 你能不能夠令到別人用得很順利呢 ok feedback feedback都重要的 就是如果 如果 擺放在上課上面 擺放在你的IT lab上面 就是如果我們做一些設計 是很容易提供到一些feedback的 就是同學問事情 先生會很快回答 或者同學與同學之間 可以互相問到事情 它未必需要同一組人的 這是一些正的互動 feedback都重要的 learnable 就是你設計的 是有些東西會學習到的 或者容易些 容易些學習到的 都是一些好的 interaction design條件 Based on Interaction Design 我們就會分了 有 你看到 這裡也有一個definition 這個definition 是這個作者寫出來的 這個作者寫出來 我記得他也好像 有出了一本書 是特別說 他那本書叫Flock of 我記得是這本textbook Flock on Interaction Design 就是 互動設計的一些想法 他有一本textbook 這本textbook 我就給不了大家 因為我找不到它的digital copy 但是你可能上網找到一些 不同的截錄 應該 接著你見到 這個就是definition 不是我寫的 我叫這個人寫的 Interaction design is the creation of a dialogue 互動設計是 是創作什麼呢? Dialogue Dialogue就是一些對話 Between a person and a product System or service 這裡都說得很清楚 互動設計是關於人事 關於一個產品事 關於一個系統事 或者是關於一個服務事 一定是跟人和其他有關的 This dialogue is both physical and emotional in nature 這裡多了一隻字眼 Physical 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對話 通常有東西玩 有東西感 在真實的環境會出現的 所以叫physical 在物理真實的環境上面 但是同一時間也在情感上面 是會有些互動的 OK? And it's manifested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form, function, and technology as experience over time 但是我講過我們 其實這課是講了什麼都是時間 OK? 譬如我們現在在上課 我們7點到現在已經經過了一些時間 而我講解的內容都是隨著這個時間 一頁子一頁子的去和你講解了 所以其實International Design 我們是講時間的轉變之下 其他事情發生什麼轉變 OK? 所以它看到它有些形式的變化 有些功能的變化 也都用到一些技術去和經驗的變化 在這個時間上面 OK? 這個5D很簡單 逐個和你提一提 都是去到最基本的內容 這個5D包括 第一個D就是我們用文字做個活動 第二個就多些了 我們用visual presentation 用視覺的傳異方法 就是一些圖啊 一些圖啊 一些片啊 來作為一些animation 來作為一個visual presentation的 content 第三個D 我們就會想 就是實際環境有什麼物件在這裡 所以你看到會有physical object或者space 其實我們就中了 我們在設定的IT lab 我們一定會想一些文字的演繹 一定會想一些visual presentation的演繹 也都一定會想實際環境的演繹 第四就是時間 IT lab是要學習的 學習需要時間的 所以你有機會想就是 就是當一些人進來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是怎樣 進來的時候參觀是怎樣 進來的時候借東西是怎樣 進來的時候去體驗 或者某些device的誓點等等 OK 最後 這個最absent 就是最抽象 但是每個人都會存在的 就是我們人會有behavior 人會有個生活雜性 使用雜性 學習雜性 我們怎樣在environment上 產生一些人的雜性呢 就叫做這個5D separate 我想我不用逐個講的 就是我都要 眼外都是一個簡短的definition 就是擺放 word是什麼來的 文字呢 就用來表達一 wid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o user 其實都是想給一個信息的資訊 適當的信息資訊給用家 dates should be meaningful and simple to understand 就是需要顯錢容易去知的 需要communicating information 就是需要一些信息的傳遞的 溝通的 but not overwhelming user with too many details 但是有時候都要適當地 將一些東西斬件 那人才可以接收到的 那這個就叫做一些傳達模式 在互動設計上面 那我不逐個講了 因為這裡剛才也提過 就是visual presentation 就包括任何的圖啊 表啊 圖案啊 公仔啊 片段啊 graphic啊 那個目的呢 因為看姿態門 也都不夠互動 所以我們要加一些圖像啊 加一些片段啊 加一些animation啊 去作為visual presentation 或者representation的模式了 那麼 physical object 就不特別講了 就是我們都要真實地要用一些物件呢 可以加強到那個互動的設計 比如我們在那個lab那裡 你加一些什麼devices啊 加一些什麼用具啊 那些用具的目的都是給人用的而已 或者我都提過了 你會不會有些地方有些interactive kiosk啊 有些touch screen monitor啊 這樣的東西啦 touch screen table啊 等等的東西 其實那些全部都是physical object of space 而目的是為了加強了那個互動設計的 這樣吧 這個我剛才也都解釋過了 time啊 我們任何的互動設計 都是說在某一個時間之內 有什麼轉變和發生 而這個轉變和發生呢 就不只是那件物件的 通常都會影響你的人的動作啊 思維啊 學習啊 運作模式啊 這樣子 所以我們早兩堂提過那個piano stair 其實你走一條樓梯要10秒啦 那我們就是希望改變人的10秒啦 就是做piano stair 那個鋼琴樓梯那個project的時候 你可能搭個電梯是5秒 但是你走的樓梯是10秒 我們就是希望那10秒裡面有些事情會發生 而令到那些人的behavior去改變 那麼最後 剛才不停的提behavior 最後以上所講的幾樣東西 也都希望說 我們怎樣透過一些互動設計 一些不同的interactive elements 一些不同的media elements 一些不同的share media services的content 去改變到人的一些behavior 而這個behavior呢 就是人的雜性啦 這個雜性就是吃東西的雜性啦 生活的雜性啦 運動的雜性啦 學習的雜性啦 跟著travel的雜性啦 或者娛樂的雜性啦 就是人是用很多 加加上很多不同的雜性 而產生出來的 那麼我們 interactive design其中一件事 就是希望 改變到一些人的某一些雜性 就是這樣啦 那麼這裡呢 一些特點呢 就是當你想一個 互動設計的時候呢 就是根據這個usability.gov這個網站呢 它就說 我們想一些互動設計呢 就是通常遵循這六點來講呢 就會比較好的啦 那都高呼一次啦 Define how user can interact with the interface 我們design了一些介面出來啦 不管軟件還是硬件 總之我們就是自己想了 當那些用家走過來的時候 他們怎樣用啦 OK 第二個point呢 就是give user cues about behavior before actions are taken 就是我們會猜到那些用家的一些雜性 就是給他們一些direction before他去用那件事啦 就是猜啦 跟著啦 第三個呢 就是anticipate and migrate error 就是有機會你量的東西的時候呢 有機會有些東西猜錯了的 但是 就是international design 都是會這樣試一些內容啦 那將一些error的情況減少啦 OK 那第四個point consider system feedback and response time 就是我們要看一下有沒有一些地方 provide feedback 這個provide feedback 其實是很短時間的東西來的 如果要解釋 就是你按個按鈕 它馬上跳到另外一個界面 或者你按個按鈕 就send了message 那你其實 就是你打完那個message 在whatsapp 你還沒按傳之前呢 它其實就沒有發生的 你按完傳呢 它會有些個feedback給你的 會一聲啦 如果你 就是有set那個背景的聲音 或者它send完之後呢 它會有個take的嘛 人家看完有個take的嘛 那那些就叫做一些feedback to一些你design的share media service 那還有呢 它如果說你send了message 很久你都不知道自己send了沒有 那當然那個response time也設計得不好啦 那但是 譬如你用回whatsapp做一個這樣的工具 去研究的時候呢 其實你都知道那個response time也很快的 OK 跟著第五個point 就是think strategically about each element 就是當你design一些東西出來 是for international design for sharing media service 你都要想一想 每顆鍵啊 或者畫面啊 好沒有用啊 那第六個就是simplify for learnability 就是我們 是不是容易用呢 其實都是說回 所以 International design那個本意 都是希望大家design一些東西出來 有辦法得來 但就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OK 那這裡就是提了一些theory 今堂的theory的部分我快要完結了 因為都不需要失很多theory 就是我們繼續看例子 這兩頁只會說 當你做你的share media service的prototype的時候呢 我提供過的一些link 譬如這個叫figma OK 你註冊了的account呢 然後你裡面拼一拼一些share media service的content 你就capture回一些畫面給我呢 可以作為交功課的部分來的了 那或者就是just a mind 或者你100%完全不用這些的 100%完全不用這些的 你純粹用AI用photoshop砌的 当然也没问题,因为有些同学反映用这些技术技术 可能比他用AI或者Photoshop更加砌,是的 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用AI用Photoshop加砌,我比砌这个更快 另外再讲解一些东西 搜索完再讲解 这个题外说,在这科的世界可以这样做 我现在搜索了UiUX的template这个字眼 这个Google就会显示这些share media service的画面 通常都是apps 这里是否叫大家设计所有apps到ITlab呢? 不是的,因为一搜索UiUX 它都是出现一些手机的apps 但是你100%当这些手机的apps的interface 你爆在一些大的touch screen monitor 大的挂在这里的,大的LED display 其实就是share media service的content 因为如果你说哪一部大的,哪一部实际的例子 你就去商场的information counter就会有 但是当然你也可以当放在那个lab那里 一些keyers或者挂牆那些,就是这些这么大 就是把你的手机爆大了 你这样设计,也设计是share media service给我的 那这里呢,在E4的世界,其实你这些呢 有些就给你,实不相瞒 有些是成份给你download到下来的 Voyal 3啊,但是究竟download到下来的JPAD 拆了layer还是怎样的,我就不管你了 在E4呢,其实你绝对可以找这些template 来改了那些content 变成你要交给我的ITlab里面的suggestions 那你就省了少少设计的东西的,坦白说 只需要Lead 4而已 就是你说,你download一些free resources 跟着用出来,那Lead 4有些东西是给的 就是比如这些,我真的不介意你 就是当然你找些是free to use的 OK,其实你一找呢 我用了Google千千万万的URUX的template 或者web的template,你都可以拿下来 跟着你改一遍内容 变成,而变成你跟ITlab有关的东西 OK,那这个就是 当你去design你的URUX 你的share media service 的时候的一些content OK,那这个是提外话 那变成你这样呢 又未必需要用我和你提的 就是这些link 但是这些link有这些link有好处的 因为这些link呢,它真的是 就是developer 是给你们试一些apps的interface 那它有些interactive的功能 那如果你说大厂的话 就不是这两个啦 就是不是just remind 不是Figma 大厂的话就是 就用Adobe的experience design XD啦 就已经很好的啦 OK 好,这个提完 又继续顺序拉下了 这个呢,是想去看rendering 和看那个演绎而已 那这个呢,是我们早几年 和这个瑞士的一间大学呢 做了个安西的exhibition 我刚才就是执行这几页 那这几个呢,就不是在DI理位 你学院那几个view來的 那但是呢,这个形式都类似的 因为呢,我们是和他们联手 做了一个学术上面的交流 就是我们有些学生就 上过他们一些课 就work out了一些project出来 那这个topic是比较focus 是graphic的 那所以你看到它 但是为什么和我们这个很有关系呢? 因为你现在眼见,一眼看起来呢 是一个很帥仔的share media service 的design了的exhibition 那你见到当中呢,有些是屏幕来的 有些呢,就是poster来的 就是同学们设计了poster 跟着它高高低低 做了个installation 作为一个展览的样子 那我想提的就是 如果你说一些高质一点的 3D的result presentation呢 那这几页呢,值得大家参考的 尤其,尤其这一页 这一页呢,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erspective angle 看起来呢,第一,很看到你的东西是 那个dimension是怎样的 第二,那个rendering的lighting 是很合理的 就是都尽量模拟起来展览的场地 因为他要看一些同学的作品 他都比较喜欢用一个白光的 还有你看到这里呢 是看到上面的射灯啊那些分布的 那些光源的灯分布的 因为这一科呢,你做过LAP呢 做过ITLAP呢 你没理由没有少少的lighting design 如果你要做你的spaceal design 我会长和阔 我说过,你预好似215那麽大 那我说你,如果之前一直想着的尺寸 最大是12米乘12米 因为我日头有些学生 做完完全脱了这件事 喜欢怎样design就怎样design呢 接着一看呢 好像上次都提过了 就是想到auditorium那样 我们学院的auditorium那麽大呢 那其实是不合理的 那你当最多是12乘12先 那当然我刚才说过 我收到一些beaving 我有些size 我可以再更新给大家去参考 但是高度呢 提过的了 高度呢,我会叫你们去想 就应该是 我们normal的一道 正常的门呢,就是2米高的 2米高的 那你当ITlab的楼底呢 是4米左右 4米包括你已经的顶部 会有一些灯的设计 4米都有机会高了一点的 就是如果你觉得高了 你可以减到3米7,3米8 那样 就像一个ITlab的standard的高度 你家里呢 就其实未必去到4米的 你家里就是10呎楼底 应该 那算到10尺是多少 一尺呢 就真的叫做100间尺 一尺就12寸 那乘25.4呢 一把间尺就大约305mm 那10尺的话呢 就3050 再化5米呢 那就是3米 那就是住宅的楼底呢 10尺就3米了 那有些会高一点的 有些去到可能11、12尺 那就是 但都未去到4米的 但如果你说用的地方的楼底 有机会高一点的 就是学校的地方 那另外这个呢 我之前也提过 如果你做你的3D的presentation的话呢 就麻烦自己记住那些人 这幅是假的 其实 这幅不是真实的环境 但是那个人呢 就是都是dike cut了之后 粘在那里 那你就大约说回个视点 你怎样看些share media service 那就是一个挺好的 wistle presentation的演绎 和都知道这个project 那他这间叫做 ECAL 我硬写这间U 那是一个瑞士的U 那这间某些area都出名的 那你可以找回ECAL 去再看看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project 他们都会做一些 联合的事情 有些AR的project 在那一年呢 都有跟我们这些学生做一些互动 这样的 是的 那他 这些exactly 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的share media service 那今时今日就 只有clean 就已经是 就是有很多代替啦 那当然你可以是touch screen啊 那譬如 你design到 是一些这样的样子 譬如你ABCDEFG 这个可能是 我胡说 你现在眼中 看到A-Z这个 原来 你这个是 design了一个touch screen 是说回A-Z的IT product 那么久就会去到第二个画面了 就是提供一个基本的knowledge 一些IT的计划 那其实你都是认识了一些knowledge 认识了一些方向 进来这个IT lab 有些什么看 有什么学的 那我是会计分的 那还有这个presentation的演绎也很帥 是吧 那还有一幅 这幅也很帥 那它真实来说 有些铁板 那有些是屏幕 有些就这样一个poster 钉在那里 那当然 如果你做回A-Z的 这幅度的话 也比较prefer 一些touch screen monitor 去量度这件事 那样 那这些画面算不算分 这些画面算不算分 是特意设计出来的 好 这个例子就说完了 那我们继续跳了 这个呢 我会很快去做一次 因为这个我记得好像有展示过的了 但是我这里再想提的就是 我们 对上一年是会有做图书馆这个 content 那所以图书馆的 content 我都再放在那里 而这个图书馆就不是我们 用运作开那些大的图书馆 这个是一些室外的流动 就是找了 随便找了一个角落 那一个不是很大的area 但是这个不是很大的area 都需要一些设计的 就是你的IT Lab 其实你就不是只是想 那些桌子的图书馆是怎样的 就是样子都应该有些设计 或者里面有些什么设计 都有一些设计的 那细节不讲了 就是我留下一些链接 再提一提的样子 给你看的 那我们总共有三个 那我说最近那个就是文化中心 那如果大家亲身有设计的 可以看一看 那这些呢 这些结构啊这些东西 其实都遇到大家 就是在设计IT Lab的时候 有一些款 有一些款 當然這個自助圖書的Kiosk 當然這個是最重點 但是你看到附近 為什麼要裝這批東西下來 有些鐵欄還是什麼 其實都是一些additional的款式的設計 這個是share media service 這些都是share media service 而這個書的display的畫面 都是share media service 然後它的外觀 譬如你告訴我 不是 我想ITLab有些環保味多一點 其實你的int 因為日後的同學交一些東西 我都提過了 我將他們一些錯誤 或者還未做得好的東西都會提一提 就是他們現在應該做到final prototype 有些comment之後就更新了 千萬千萬不要只塞上桌子的桌子 那就叫做完整件事 這樣是未做完整件事的 裡面的牆身 天花 地下 有沒有一些櫃櫃櫃的東西 有沒有一些櫃櫃櫃的東西出來 那些全部都是需要大家去想想的 就不只是想想 滑的時候應該要表達出來的 都是那句 我們有些款頭 款頭這個字眼就是int的術語 就是我們會有些物料去想想 怎樣整色整水整漂亮的環境 還有這個圖也是找回來的 就是剛才你看到這個 爆開的時候 其實每一部分的細節是甚麼 就是那些木啊 那些頂啊 是甚麼來的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演繹方法來的 其實都很厲害的 就是都靚靚仔仔的東西來的 那這裡再加上一些 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 你自己專門打出來的話 就都會計分了 因為這裡是裡面一些 你在kiosk上面直接用的功能 比如你要借書 要還書 甚麼時候 pick up 本書就在這裡 還有 需要甚麼罰錢 那些 然後再選一些language 這些全部都是模擬的樣子來的 台灣的樣子 有自助借書處 裡面 就是你發現 如果原來一個圖書館 dispaste了這些書出來 它不是digital 但是你只是拿回那塊 看到所有書籍都對著你 其實它是一個share media service的content來的 那我日後有些學生就都說 給你一條條條理 我覺得你都可以試放進去的 我可以透過在IT那裡 它有些share media service 其實專門講一些 各學校有的圖書館的IT書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可以透過在IT lab裡面 就預訂了那些IT書 然後可能叫圖書館transfer下來 某個位置做pick up也可以 或者你預訂了之後 可以去圖書館做pick up也可以 因為中學其實有圖書館的 如果你想想一個kiosk 在IT lab裡面 其實都是一件好的事 都是relevant的事 當然你那個圖書館的介面 你自己專門設計 當然你也有share media service的設計可以交給我 所以要提供一些借書那些位置的設計 這些我們叫kiosk 或者station 這些station 究竟你在IT lab裡面會不會有些地方呢 你自己再度一度 那你設計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的細節 當然就是 你可以交到的share media service的content 我就說 一本書這樣display出來 其實每一個都是share media service 上面這個一個推介 也是share media service 這個很舊式的走馬燈 都是share media service 那圖書館 或者自作圖書館的例子 這裡再呈現多一次 就提了 然後我們看 這個是之前漏了講的 這個發明是我們一個校友 這個校友的career都挺好的 他現在是自己公司 這個校友是首先 他們就不是在我們的degree那裡complete的 他就在我們games and animation的high-t畢業的 然後他就去了CTU讀creative media 去到也是會做一些creative content programming的creative的東西 然後出來之後就做一些互動的設計 有些是game的設計 有些是互動的application iPad、iPhone的應用的設計 去到最近年了 他就創作了一個product 叫ponton ponton是一個digital stem的 他拿了磚來的 digital stem就是數碼、印仔 吸引仔發生到現在 大家都還會接觸到的 那就是Origin的idea 首先派一張卡給你 卓衰亨有個字眼可能大家都聽過 卓衰亨就是我們去玩一些遊戲 收藏寶藏 派一張藏寶圖給你 然後你就去每個位置 到此一游或者找到一些東西 或者找到印仔 就把印仔吸引到藏寶圖上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遊戲 我們叫做卓衰亨 其實你那張藏寶圖是一張紙來的 normally 這種橋段其實用了無限的多次 也用了無限的地方 一般來說旅遊業 派一張地圖給你 地圖又會很容易會 會真的 尤其是台灣我記得 台灣我試過 不知道在哪裡拿去地圖 接著去到哪裡 就打開地圖 打印下去 那個印就是 譬如去到淡水 去到 都很久沒有去過 所以不太記得那些地方 就把印在你那張圖上 吸夠十個 又可能有些禮品給你換 類似這樣的東西 OK 這個Digital Stem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你有沒有Visard過那個地方 或者是存印仔 OK 首先它都是透過Apps的 透過Apps的 這個Apps當然是一個 share mini service 但是你裝了這個Apps 接著就去到它有一個 physical的kiosk 這個kiosk就是 有一年 校友就很好的 都和我們夾了 試用Digital Stem這個project 就是在我們的Grad show那裡 就是設置了五、六台 那我們的concept是 這五、六台呢 就是在每一科高級文頻的作品展旁邊 叫那些viseter 去每個位去試一試這個Digital Stem 那它真的 你都要擺一部手機過去的 它透過一個 就是 我沒有記錯 它有用到藍牙技術的 藍牙programm的技術 那你吸引下來的時候 它接觸不到這部手機的 但是它可以 sense到你的手機裡 你按完一下 它就打了一個virtual digital的 印在你的Apps裡面 就好像這個樣子 那樣子 那它儲滿了之後 那當然 那當然是有些少因少畏 那就換回一些sauvinia 就是叫做大家都wizard了整個 整個grads hole的不同area的project的一次 整個概念 那這個就是完美演繹 什麼叫share media service的應用 有些digital application的應用 也都完美演繹了 怎樣將一些傳統的概念 就是以往可能派一張紙給你 跟著你去到呢 我們就印些原子印 就印印給你 怎樣透過科技去transform了一些東西 變成一些新的share media service的應用 這個例子 就是看看大家有沒有想到 由 跟著 sorry 這個我擺得不好的 但是都照說 就是我們如果要一些creative content 會擠出來 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個這樣的字眼的 就是一些functional的transformation 如果有些特別的事情發生到 比如在英國的世界 英國有很多紅色的電話亭 那就沒落了 全世界的電話亭都沒落了 就是變成遊客的景點 或者變成一些其他民間的用途 比如有些就是好像這個圖 做了一些transformation 我們叫做功能的轉換 功能的轉換 就變成一個流動圖書館 OK 這個是大陸來的 將一些kiosk的部分 就變成一些 一人的cloud key 就是這樣 跟著 又或者 日本的一個 artwork project 就把它轉換成一個大的金魚缸 就是把電話停 所以有時候 那個physical object的樣貌 或者它原本的功能 其實如果我們要做一些 新的concept 就是未必一定會互動的 當然 這幾個剛巧都可以互動 其實它用一些kiosk的concept 就是一座一座東西 那座東西不是很大的 我們 它原本的用途沒有了的時候 我們可以想些什麼新的東西下去呢? 這個也是值得大家去想 一些會動設計的地方 比如這個會動設計 轉化了做一個圖書館 這個就 它不是exactly找一個電話亭的 但是 電話亭的size 就轉了一個KTV 就是kiosk 這個exactly找回電話亭 就變成一個artwork 就是做一些特別版的金魚竿 讓人家做wizard 當一個art installation這樣看 OK 這個部分就是想 suggest到大家 有些new insight 新的inspiration 就是對於這個形式 這個form上面的轉換 希望有些suggestions 跟著這個好像之前展示過 但我都覺得這個很值得大家去想的 所以可能展示多一次 就是有些東西我之前插隊就展示過 這個是大家都會有一個IG 或者社交媒體平台 其實商場我都遇過的 就是它可以去到過去 就給你 立刻 就是用了它的app 就立刻可以 簡選一兩張你手機的照片 就印出來 跟著這個有流動版 就是如果 不過我的影片不在這裏 流動版就是有些流動的打印機 就好像你的手機這麼大的 其實它都是 為什麼會特別特地講呢? 講相片這件事 因為相片這件事 其實就是share media service 其實你每天將一些你生活的圖片 放上你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其實你每天都在將自己的share media service 跟其他你的朋友 或者親戚去分享 那張相片就是一個傳統的share media service 不過你 跟著譬如如果你假設 就是和家人掀一些舊照片 其實都是在做一些share media service的分享 就是你們都是有交流的 為什麼有相簿這件事呢? 被人掀一下就掀一下 其實都是在做一個share media service的交流 所以 有沒有一些相片打印的東西 帶著你的social media platform 的功能或者concept的東西 在你的IT lab 其實都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所以這裏都放了這件事去看一看 好 這個呢 就之前提過 這裏給大家看 你看到這個就是奧凱誠用過的一個科技 他用的時候比較新 現在就不是新 這個我想推薦大家 在IT lab裡面都提過一些requirements 會不會有學生的project的展示 學生的獎杯、獎牌的展示 這個就是一個盒來的 你看到裡面的叮噹就是一個product 後面可以開鎖放下 就是你當一個小的window display 前面其實是一個很薄的touch screen 還有你可以放一個video content 有兩個layer 一個physical layer在後面 一個digital layer在前面 那個digital layer就是一個share media service interactive share media service 有些呢 如果你在用一個螢幕的時候 它後面就會關了眼燈 暗一些 你看過screen的content就會多些 有些就像現在這樣穿透的 這個就是都推薦一下 如果大家有些展示 我們叫show case 比較特別的技巧 就是這些show case box 就是interactive show case box 你看看會不會在你的IT lab 又會想一些東西下去 當然啦 你面前的share media service 當然你的UI UX 你要專門自己設定一下 好 這個就 儘管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們生活環境的physical world 就是一些牆壁的art work 這個是其中一個art artist 做在海港城的一個art work 另外 就是原來我們玩透光不透光呢 其實都可以做到一些share media service 的content出來的 如果在IT的世界 有些就說就是採光度 有沒有一些影啊有沒有一些成 其實就會令到環境會漂亮了 優美了 這裏就extreme一些 就是我找了一些特別的例子 就說我們怎樣玩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 的content 這個都是啦 就是在一些art work上面 有些燈 製造一些影像出來 那些影像就落回 長身度 落回長身度 就變成一些visual content 那麼 懂不懂用在你這個IT lab 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也都可以 就是有些brainstorm的事情 給你想一下這樣 跟著 這裏share一個 intention design的project 那這個就 是叫做一個創意醒目的 creative parking 這個是一個互動設計來的 那這個互動設計呢 看圖就可以了 那你當回在一些單車徑 和緩跑徑的地方 那你容易一些想就套路趕 那其實部分的公共設施的優法 都看得到是 有些東西漂亮了 越來越漂亮了 那這個呢 就是他那個 比賽裏面的同學 製造的visual presentation 就是一些award winning 這個叫the overall bicycle parking 那首先他會想到 就是他搏著條大路的時候 就是那些車怎麼進來 那些車進來繞個圈 靠在一邊 就是想到車的流量 流動 那也都有想過 進來之後 那些車怎麼安排 那些人又怎樣 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因為是一個體育運動來的 就是長的路程的體育運動 那所以其實這個呢 正正就是一個 大的share media service 在public space那裡 是等到路 就是單車道路少不少 還有就是可能一些 就這樣走路的人呢 一個休息的地方 那不排除那些單車友 在那裡的時候 他們就會坐在那裡 吹水聊天 休息啊 那也不排除那些人 坐在那裡的時候 又會和那些單車友 吹水聊天 那這個就是 那些public space 其實我們就不是想這麼隔離的 如果這些public space 想那些人很隔離的話 其實就會 做到一個個電話亭 就是大家自己進去客氣 自己進去坐 那又不是這樣的 那所以這個呢 它其實是provide了一個 interactive interface for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ok 那跟著就 大家會交個research report 那所以呢 這裡都提多一次了 你的research report 最後那兩個段落 一個叫做insight 一個叫design requirement 那就叫做在那個位置 作為一個end point 那15字 ok 那insight呢 這裡 提多一次就是 你的觀察所得 觀察所得 那這個所指的觀察所得 就是包括了 你的所有 你的一手資料搜集 和二手資料搜集 提過很多次 所以就不特別講了 ok 那 這裡呢 這個例子 我之前 說過給你們看的了 就是同學子怎麼想 它的那個 interaction design 就是它是做一個 商場的互動的 lip的等候的 那它的insight呢 就是 就是一句句這樣的down point most people hope to have the estimate the time of arrival 在說它的project的時候 那第二個insight就是 high usage frequency high usage frequency of elevator in Hong Kong 第三個point就是 people are frustrated by weight of any length 任何人都不喜歡等候的 那這些就是 一句句的statement 是說回 你透過一些資料搜集 一二手資料搜集之後呢 你就應該寫到 十幾個這個 這個key insight的point 在你的report writing 和在你的wix那裡 ok 那我們就會將 你的key insight 然後呢 就轉化回 做個design requirement 那有時候 我們不叫design requirement 我們就會叫做system requirement 都沒有所謂的 那design requirement 容易一些理解而已 因為我試過有 有用過system requirement 同學子就以為 是不是什麼technical 東西啊 是不是什麼serve 東西啊 是不是什麼IT 那不是的 其實是你條計的設計要求 好啊 所以呢 又拿回同學子的elevator 那個project呢 那他的system requirement 就是說 其中一個requirement 就需要tell passenger how long they will be waiting for service 就是需要 他做的會動設計 能夠滿足這個要求 就是可以和乘客知道 多久了 那這個呢 其實如果去回今時今日的巴士 其實他有 他有個優化的嘛 因為巴士有app 等的時候又不用理會 就是就會告訴你 要等多久 去到哪個站的時候 其實他都好像 有一些estimated time of arrival 那其實全部都是 透過share media service 和digital content 去優化了一些 等候的時間啊 那其實他都是 追著呢 你的behavioral studies 去思考這件事情的 OK 那另外就是provide the guidance 就是有一些guidline 給一些人 比如去wizard哪個店的時候 就要provide到啦 下一個design requirement 就是provide the store position information of each floor 有辦法提供到 每層的店舖資訊 那最後一個point就是 improve the counter of shopping wall 就可以盡快清掉一些人流 就是不用整天 就是等電梯那裡 就會等到太過煩躁這樣 OK 好 好 跟著呢 跟著呢 就 又給最後那十張圖 我都會高敷 那為什麼呢 這裡就解釋一下 這個畫面 就是這裡呢 我漏了幾個字而已 其實我們都會consider interface 就是我們想互動 那這個互動發生在哪裡呢 那我這裡用了一個例子的 就是 首先這個是一個game的畫面 我們的互動呢 其實就是一個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來的 我們看著那個畫面呢 那個畫面裡面有個character 裡面又有另外的敵人 我們的interaction就是 就是我們跟電腦之間的互動 就透過這個畫面呈現 所以這個畫面呢 就是一個interface 就是一個interface 但是這個呢 就是這張和這張呢 其實我特地放在一起 因為這個都是 就是有一點點密室 解謎的game來的 那這個是現實環境界的解謎game 這個現實環境的互動解謎game 那這兩個現在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疫情就 就是令到生意 就是比較慘淡了 做不到啦 那但是呢 有一期是很流行的嘛 就是一些給錢 可能給二百塊一個人 或者百多塊一個人 就玩 可能玩整個小時的 就是你每一關 他有些解謎東西 那要群策群力去做啦 那但是看這兩章呢 就是想你知道 我們如果提供一個空間的話呢 整個空間 跟人的互動呢 這就叫做一個interface 就是這個就是純粹畫面上面的interface 但是這個是整個空間 provide些什麼 而令到你人裡面有什麼活動的interface 甚至乎 多人遊戲啦 等同你現在在量的IT lab 其實我們都希望 裡面會用這個地方的人 這個interface 就是那些人可以有互相有互動的 比如說圖中你所見 你會看到是這個interface provide了一個機會 給那些人去做discution 以及去聊天這樣 OK 好 Based on Interface 這件事 例子二 OK 那就看看這張圖 那這張圖呢 其實就是如果屬籃球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是籃球就五個人一隊啦 那它就是講一些策略的 它這個籃球板呢 就是那些教練拿著 會跟那些球員講 那些training啊 或者一些 一些落了場的plan呢 的discussion來的 那當然這塊這樣的籃球板呢 戰略板呢 就是一個share media service 那這塊東西就已經很互動的了 因為一個教練 或者多加一個助教 就十個球員一起看 跟著問明明這樣 那樣的了 如果你有看一些球賽呢 足球、籃球 其實都有些這樣的東西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剛才的interface就是這裏 就是一塊板上面 在真實的球賽運動呢 那個share media service 或者我們叫那個interface 就是地板 因為地板有滑線啊 那些滑線啊 那些東西呢 其實就主宰了你在上面的互動 是怎樣的嘛 那也都有些規矩啊 有些guidline 那我就想講這件事情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game的畫面來的 就是如果我們進了一個game的世界呢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share media service上面 進行這個遊戲的 那當然這個畫面就很真實啦 但是這個是一個遊戲畫面來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就是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都是用一些不同的share media service 或者interface 去進行一些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東西 這個就是直接的球員之間 十個人連上球證連上球迷都有互動啦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人畫一對啦 或者就是多人遊戲的時候 其實你拿著一個joypad呢 怎樣玩 就是怎樣在這個share media service上面 怎樣在這個interface上面 去進行這個遊戲啦 那所以呢 就是你想回呢 就是你做的share media service 你都真的要很consider人這件事的 那最後還有十月八月篩呢 就找一些特別一些的狀況給你看看啦 就是這裡啊 啊 籃球 那你說啊 這裡都完啦 就是籃球就是籃球場咯 那不是的 原來這個世界呢 就是為了要想互動呢 就真的可以去到很盡的 你看這張都不是那些什麼來的 但是這個title呢 是叫做3D basketball court啦 一個3D的籃球場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 subtitle叫做 The world's craziest basketball court in Munich Munits就是德國的Munits 德國的Munits 那它是怎樣呢 這個是一個research project來的 細字不跟你說啦 這個就說 附近呢 就是有很多 學校啊 這個球場 那你看樣子都是的了 在香港一定找不到這樣的東西 完全沒見過 OK 那原來這個球場呢 它是 Based on一些research studies 原來知道那些人的雜性啊 就是鬼佬的雜性呢 很喜歡隨隨隨隨找個地方 就坐過來呢 就不怕髒不怕吃呢 就曬一下太陽啊 聊一下聊一下 聊一下水啊 那因為它的research在附近呢 有這樣的demand 就是那些同學放了學啊 那又不想回家住啊 那些朋友在那嘛 那些同學在那嘛 那就政府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政府project 這個我沒有特別查這個 那就是總之 這個社區建設就 就特意想一個這樣的籃球場呢 就有些生憂的 就符合到他們呢 喜歡的東西啦 因為鬼佬喜歡啊笨笨啊 就是很feel free的 這樣就 找到一些草地就睡啊坐啊 那樣的 就是我自己去外國做一些wisert呢 就算UW裡面 我也看到很多鬼佬呢 在那些草地裡 就是很喜歡 都不太理會啊 就是gather在一起 那當然啦 現在這些gather活動呢 我們都流行的 因為我們去不了 就是有很多活動都做不到嘛 那些人就會找 就是或者大家想找一下 休息一下呢 都會找一些大的草地的 大的公園去做一下 就是一些戶外的休息的狀況啦 那這個project就是告訴你 我們其實都要考慮一下 就是怎樣令到那些人可以很互動 他這裏 那當然他這裏都犧牲了 就是那個籃球架呢 那裏就是道具來的 就是他就真的是 這個地方是被人的氣啊 曬太陽啊 吹一下水啊 就不是打籃球的 這樣啦 但是 就是你也知道這個世界 有這樣的content 就是他研究了一個互動應該要怎樣產生 OK 在香港來講呢 我也都有這個content 想給大家看一下的 那這個就 這部片啦 稍後再看一圖啦 這個content都挺特別的 那首先 現在就closed了 因為疫情關係啦 但是 它是一個舊的屋邨 在牛頭角附近的啟業邨 那它就找了一個停車場頂的球場 就是一些公共屋邨的停車場頂 都有機會是球場來的 做了一個revent 是嗎? 那這個revent呢 和我們這方面有什麼關係呢? 它是大量使用了一些 互動的設計 和share media service的content 就是它希望這裡呢 就是revent了之後呢 它的場地的設計呢 是令到那些人呢 可以有多些互動啦 還有一些指引給那些人做運動啊 或者 怎樣和其他人有些互動啊 那我們看一看這條片啦 可是我們會不會訪問 我一定會不會訪問 1 2 4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看到 我想提的就是 首先它用了整個球場 它的share media service 就是在座位、柱子和地上的 Based on 這些它就令到有些guidline 譬如叫你站在哪裏 因為本身球賽活動 都是會有些guidline 就是地上的那些線 它用到一個contrast 設定的color 而令到你更加enjoy 和地方的融合 所以這個project也值得 去跟大家說 譬如在哪裏play 或者跑路徑有些message 跟你說 鼓勵一下你 譬如你也看到 play在哪裏 這個位置叫你笑的 love and laugh 這個位置叫你sit down 其實它都是想提供一些 extra的information 它的share media service 就是整個地下這樣 OK 都不用我特別說 這些就是讓你進行一些遊戲 或者站一些位置 跟著又玩一下環保的東西 扔一下膠瓶在這裏做回收 跟著再搭條 旋跑徑在附近 旋跑徑當然也會有些message給你 OK 今天要分享的例子就講到這裏了 有沒有特別的東西想問一下 有就請現在發問一下 去到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部分就是Q&A 當然有就可以直接問一下 這裏就stop了那個recording先